记者吴新田台北报道,今年6月13日有民众在新北市新店区碧坛吊桥附近时获一只刚死亡的荣山符,Nictalis Placeni Volutinus,经由台北市蝙蝠学会送农委会家处卫生试验所检验,验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型丽莎病毒。 此为继2016、2017年于台南市和云林县所拾获的东亚加福身上发现新型丽莎病毒后,国内第二次发现独步全球的新型丽莎病毒。 房检局副局长施泰华指出,丽莎病毒共有16种基因型狂犬病病毒为第一基因型丽莎病毒。 依据处卫所7月24日检验报告显示,本次检出的新型丽莎病毒和蛋白基因序列和2016、2017发现的蝙蝠丽莎病毒相似度, 为79.1%至79.6%与欧洲蝙蝠丽莎病毒一型相似度为79.1%至79.4%与其他丽莎病毒代表株的相似度均低于78.1%。 因此依据丽莎病毒区分标准,推论此病毒为一新型丽莎病毒。 施太华表示,丽莎病毒为非法定动物传染病,但有人处共通风险,目前没有人类感染案例。 防检局已通报疾病管制署、联幕局、蝙蝠保育团体及动物防疫机关共同宣导防范, 并加强发现地点蝙蝠采样及疫情调查,请民众不要接触野生动物,避免可能感染机会。 施太华指出,本次发现的荣山浮新型丽莎病毒与狂犬病病毒同为丽莎病毒属第一基因亲缘群, 因此民众家中宠物有施打狂犬病疫苗即可产生交叉保护效果。 欲请民众应遵守二部医疗,不要弃养宠物,不要接触及捕捉野生动物, 包括蝙蝠,要每年带家中劝猫及人工饲养鹿生食肉母动物施打狂犬病疫苗。 施太华提醒民众,如遭蝙蝠抓咬伤时应立即就以评估施打疫苗等必要处置, 如发现有受伤或已死亡的蝙蝠, 可通报地方动物防疫机关处置,切勿自行处理。 施太华提醒民众,切勿自行处理。